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一个阴雨绵绵的一周 所以说大家要做好这个长时间和低温天气抗战的准备了 好 这冬天今年好像过得比较慢 来得比较迟 我们都说这个春寒料壳 可能这个倒春寒会更厉害一点 更冷 这个难慢求 好 那进入今天的新闻经济谈 首先我们来看到是关于 美国传出这个似乎对于华为 已经口风松动了一些 没错 今天我们都说今天是个周一 也是对华为来说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也就是说美国对华为90天的禁令现在是到期了 那么有消息人士就表示说 美国商务部将延长华为临时通行许可证90天的时间 也就是说允许美国企业购买部分商品 向现有的客户维持服务 但是知情人士透露说 有关许可证的问题仍未有最终的决定 美国商务部是在5月16号的时候将华为列入了实体清单 也就是说禁止在未获得许可证的情况下和美国的企业做生意 商务部随后发出了临时的通行证 有效期是到达8月19号 也就是说变相延迟禁令90天 临时通用许可证所涵盖的范围是非常狭窄的 华为目前来说没有获得额外特别许可证的情况下 无法购买美国的零部件 部分华为的供应商是已申请特别许可证了 罗斯7月底指出说现在就已经收到了超过50宗的申请 预计还会收到美国企业更多的申请 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8月18号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说 中美两国努力恢复贸易谈判 想结束扰乱全球市场的中美贸易战 他也表示说贸易谈判代表将在本周或者是10天之内进行对话 如果双方电话会议顺利的话呢 那就可以实质性的恢复谈判 他还指出说华府还计划让中国代表来到美国继续商讨贸易协议 是那当然对于这个美国人来说呢 这个影响就也不小了 这次中美贸易战打到现在 没错刚刚我们讲的这条新闻呢 其实还没有得到完全的确定 是 这只是引述了一些消息人士的话 是 但是呢我们来看看啊 如果真的变相的再延迟90天 意思就是说要到今年年底的时候 11月18号 所以说华为还有很长的时间进行沟通 或者是进行战术的调整 对中美贸易战来说呢 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讯号 那我们再看看美国内部吧 特朗普这么做 如果说真的说这么做的话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他做继续延迟的动作吗 是美国的经济一直在下行的趋势 促使他这么做了吗 是 这个也看得出来呢 这实际上中美贸易战不单单是一个单纯的战斗 是 他实际上后面还牵涉到自己国家经济的问题 因为照这个他们的现在说法是 19号应该是美国时间了 这个双方的这个美国 特朗普跟中国的这个领导人习近平啊 会通电话 对 对不对 两个会通电话 但是通电话的结果可能是怎么样呢 当然这个现在来看应该不太会怎么一样 因为有消息就是说 他们其实是在上周末的时候通电话 但是也没有消息报道说 究竟这个电话是通还是没有通 是 谈论的问题估计就是中美贸易战的一些相关问题了 因为我们知道呢 这华为的部分 这个又90天的缓冲 稍早呢 说把这个关于这个10%的关税推迟 到9月1号 是 叫生效 那换句话讲在今年的圣诞节美国的消费者 平均每一个人在购买圣诞节礼物上面的花销呢 会多3%到5% 就把这个关税推迟的话 就是因为已经开始9月1号就加关税了 对不对 不知道加10% 10% 那如果加上前面2000多亿那等于是3000多亿的这个这个整个产品对受了关税的影响 对美国消费者来讲对各位说不多嘛才3%或5%啊但是呢这个各位要知道西方这个美 尤其美国人啊到了圣诞节买礼物的时候呢他不是买一份他们家里有多少人他就买多少份 对不对甚至连他们家的狗狗啊也要有一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啊尤其是国外的像美国啊纽约一样啊这些很多零售业他真正最赚钱的就是圣诞前的一个前一个月 嗯到圣诞节差不多就结束了对最赚钱的大概可以抵他过去大半年的营业额对不对 而且呢就是我们看看这个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有非常多的是电子类的产品是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老外啊特别喜欢在圣诞节前后大打折的时候去购买制购一些家电用品或者是买一些比如新的手机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延迟的话我觉得是对消费者来说非常有利的 呃当然对消费者的这个影响啊甚至呢我们刚刚讲比如说呃现在9月1号开始瞌睡啦呃随着时间的发展 各位可能啊看到的都是说这一次的影响但是各位不要忘了这个影响甚至到2020年美国的整个经济啊 他的这种预期性跟未来的发展实际上已经埋下了伏笔 在这一次圣诞节整个美国人开始买礼物的时候因为你不可能大概现在买啊 因为我们华人财力比较够我可以抢在关税之前把我所有的亲戚礼物买完 对不对因为洋人呢他们都撑到最后啊这个圣诞节快到了打折开始了 对不对然后呢开始买礼物买礼物买礼物 抢购那个真的假的好所以真正的折呢现在还没开始打是那什么时候折呢一般要到11月初大概11月初啊各个零售开始打折了 可是那时候的关税已经加上去了是那折能折多少能够让美国人省多少那看起来是不会省只会多对不对那对2020美国的经济呢是有深远的影响 因为2020呢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2020美国要大选对所以说其实你看看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大选是他当务之急的任务是但是对于他自己的选民或对于普通的美国民众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圣诞节期间能不能买到打折的商品能不能买到一些礼物对他们来说这个才是最直接利益相关的是但是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实际上我也一直在想到一个问题啊 随着这个中美贸易战呢开始大概去年开始之后我们发现现在全世界有一种氛围啊就是国与国之间呢大家似乎啊那种保护主义的声浪越来越高啊你看中美打贸易战韩日也在打贸易战对不对 那德国跟其他的欧洲国家呢他们之间也有很多贸易上的这种啊开始慢慢有那种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对不对可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在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啊有一个人呢在那里说我们要搞多边主义那人姓习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啊在拍马屁啊但各位再想想看啊讲真话我们今天放眼看去哪一个国家 说我们今天不搞保护主义我们要搞多边我们要倡导这个自由贸易对不对但是放眼看去啊现在好像就中国在希望能够透过多边关系啊能够发展这种所谓原来大家在梦想啊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嗯但是中国选的这个时机确实是啊我们讲蛮动荡的啊你想这个英国困难度的啊对英国脱欧本来就啊 不太稳定了是美国又这个特朗普当道是一定要大搞中美贸易战所以说中国在这个时候奉行这个多边的主义确实是有难度的因为反过来讲中国能有今天的成绩啊也是过去在自由贸易多边主义的情况之下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做出来的产品能卖到世界各地嗯对不对没有受到大家的这个关税保护啊之类的这个阻碍 对不对中国知道我今天啊能够站起来啊能够变有钱人的关键就是自由贸易能够自由的出口能够完完全全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好你现在呢大家通通来搞相反的道路对中国来讲啊他他这个坚持啊有一定的难度嗯对不对但是这个这个你要知道这个任重道远对不对这个天底下事情都不容易了对不对 所以这条路啊走起来中国现在会比较辛苦因为在比如说前40年嗯那时候全世界那个氛围就这样嘛大家都不要保护主义啊中国呢在那个时期做出来东西就很有竞争力嗯那现在开始大家哎那个的时候对不对呃用保护主义啊什么是因为中国制造这个东西呢这个越来越有竞争力我能不能以这种方式来说啊为什么中国要这个奉行多边 确实是因为中国的经济需要啊突飞猛进的增长当中对啊别人搞保护主义正是因为他们经济在走下行了对啊所以说这样子看起来中国还挺不错的因为因为各位要知道如果常年全世界大家都搞保护主义的结论是全球经济啊最后大家闭关锁国每一个人呢整个世界的经济呢就就荡下去了对不对当然对中国来讲呢他不希望 看到全世界的经济都垮掉嗯对不对那他做东西谁买我讲实在话也是这样嗯但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来讲呢现在世界各国有点在开倒车嗯好像回到那种2030年代当时的那种保护主义啊像美国的门罗主义啊之类的那种就是至少门前选修管他人瓦上霜嗯那种心态时代在变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讲 当然中国今天是希望继续维持一个这个世界啊这个经济能够自由贸易不要保护主义大家能够呃做生意往来对不对所以我说中国未来的路啊很辛苦除了要跟美国啊打贸易战嗯他还要去不断的在全世界各个组织里面去推动这种概念继续推对抗这种单边主义奉行保护主义对不对所以这个讲真的中国现在 在未来的这个一段时间啊可能比前40年经济改革开放的时候嗯还要困难嗯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说很困难啊要资金没资金嗯对不对要技术没技术要这个没这个要市场没市场什么都没有那我们怎么办所以邓小平那时候不是说了吗摸的石头哎黑老鼠白老鼠对不对黑猫白猫对黑猫白猫对黑猫白猫都是好猫对不对嗯所以呢在这种架构之下 呢当时觉得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呢已经做到了对不对嗯那现在后面 实际上那个难度啊不输给40年前嗯更难但是啊你不能因为难啊就放弃算算算算那我也搞保护我们大家都关门那那对人类来说呢那没有一个人能够愿意站出来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站出来的话对人类文明啊就是变倒退你想当初欧洲文艺复兴 就是因为大航海大家做生意有钱了嗯吃饱了对不对我们在那边啊唱唱歌啊画画啊对不对做做雕像啊哎对对对对对才有那个闲情意志嘛对不对你都吃不上饭每天在地里面都忙得办死你还什么享受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中美贸易战更凸显世界上大家还是要朝的这种多边主义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否则的话人类 所以真的要倒退回去了嗯对不对对哦还是刚刚讲到因为讲到的是华为问题嘛我还是准备了一点资料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18年的时候呢华为就是花了700多亿购买这个美国的零部件嗯为什么现在就是美国国内反弹的那么厉害呢其中华为就花了110亿美元是像这个高通英特尔及美光科技等美企下的订单 所以说呢美国商务部其实也有征集这些美国企业的意见嗯所以说才延长了对于华为的禁令嗯当然吧大家还是知道西方的政治啊对政商关系啊很微妙很微妙很微妙但是干嘛我们讲跟钱过不去呢你看这个订单 他不止啊说跟这个订单过不去嗯最重要这些公司在明年大选的时候嗯全部是大金主嗯在美国嗯选举呢这个哪一个候选人呢会募款嗯募得多那你当选的概率就大是那基本上呢在美国从国会议员到甚至总统 后面都要有金主嗯要有一个群体支持你财团你想想看这些啊就是半导体公司对那个收入之高对不对他们卖的很多是know how基本上呢没有进口成本嗯他们都是研究成本对不对研究成本完之后呢剩下就是收钞票所以啊他们的盈利非常好到了选举那这些政治现金啊金主啊你不能得罪嗯对不对所以呢 所以那就讲吧这个美国啊有几个种人不能得罪这个华尔街的啊炒股票的啊炒盘手对好莱坞的电影公司老板嗯对不对还有硅谷对不对也有钱的半导体公司对所以呢这三批人呢不能得罪嗯所以你看华为跟他们做生意对不对他们实际上给美国政府很大的压力嗯说你再放对不对所以90天后再90天所以说你觉得对于华为的禁令会因为这些关系而 一直处于延迟的状态都有可能给大家开绿灯嗯因为你看他现在临时通用许可证嗯是是是是有有限度的是挑选的嗯对不对嗯换句话讲你这个禁令啊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有讲你你进到什么程度嘴巴喊的是禁令嗯但是呢有很多诞书之后呢那就那个禁而不禁了嗯对不对根本禁不了对不对因为不是华为啊是去美国国会观说 是那些跟华为做生意的人啊给美国政府施压吗对现在确实是很多美企和美国的零售商在向美国政府施压对啊所以你看特朗普啊打这场贸易战啊打的他真的是啊一个头两个大了现在里外不是人没办法啊你又不能选举到也不能得罪金主对不对这边呢又不敢松口那就祝他一切都好吧身体健康好吗那我们讲到这里稍作休息待会继续新闻金人谈我们再来看 看看呢这个特朗普啊要买一个地方跟中国似乎要别描头是对不对我们一会儿来看看啊一会儿见 各位军统各个观众你好欢迎回到新闻金人谈的第二段我是David正经纬大家我是Summer是我想这个讲到格陵兰呢大概很多人都没去过啊嗯这个因为呢世界上要去的地方很多那这个地方呢听说 每一年的11月啊到隔年的2月是看不到太阳的对算了就别去了离北极太近了天天在家睡觉是实在是呢非常的冷啊嗯那那么孤极的地方啊那么偏僻的地方啊这个为什么有人想买我们来看看没错这个真的是全球都聚焦在了这个最大的岛屿上了啊格林兰就是因为美国总统说他自己非常的有兴趣 要想买下这座岛屿嗯嗯报道是指出他曾经在这个会议上聚餐上还有一些被引述的对话当中都是提到了呃格林兰这个地方 所以说呢外界单从报道是没有办法确定啊他到底买这个格林兰岛的兴趣有多大这个提议有多认真但是呢也是足够让这个格林兰的标签呃一跃登上了推特热门的关键字排行榜我们来看看这个格林兰的他的一些历史还有他的一些地理位置吧是格林兰呢曾经是丹麦的殖民地 如今呢是该国的一个自治区了拥有国会以及有限的自治权当地人口只有5.62万人主要信奉的是基督教语言是格林兰语和丹麦语呃当地人的平均寿命男性是为68岁女性是73岁货币是丹麦克郎不过这个在外界印象中非常非常偏僻的地方呢也是幸免于各式社会问题啊 包括酗酒啊艾滋病等等格林兰的面积是达到了210多万平方公里主要它的位置是在这个北冰阳和大西洋之间而且呢还与这个加拿大和冰岛隔海相望呃这个大岛有三分之二的地区都是位于这个北极圈内的所以80%都被四公里厚的冰茂给覆盖着一年之中有两个月全是白昼 格林兰岛呢是位于北美洲东北部地理上来说呢应该算是北美洲的一部分但是它却在这个政治和文化方面与欧洲是紧密相连的 对于美国来说呢长久以来都是把格林兰视为重要的战略要地 其实早在冷战起呢就于格林兰北部的图勒建设了一个雷达基地 美国国务院就于1867年研究购买格林兰岛 但是时任总统杜鲁门在二战后呢是提出了这个要求 以一亿美元买下格林兰岛但是呢丹麦是予以拒绝了 是看起来这个特朗普不是第一个提这个要求的人啊 是那当然来讲这个美国过去也买过一些土地啊像西伯利亚啊当初也是买来的嘛 跟那个当年是沙皇时候跟俄罗斯买的阿拉斯加不是西伯利亚阿拉斯加阿拉斯加阿拉斯加啊 这个脑袋地图太多了 对所以说因为当时买了阿拉斯加嘛 还有人就说你干嘛买了那么大一块地对我们来说没有用 但是这就是这个前人摘树后人乘凉 你看现在鲑鱼真的十大鲑鱼罐头都是在那儿的 然后非常多的这个油气资源 所以说特朗普真的就是想买下格林兰岛让它成为它政治当中的一个建树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Summer讲的时候大家有听到 它是一个中年积雪覆盖大片土地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来说呢在过去因为天寒地冻 这个常年冰雪所以人口才五万多 那么大的地方才五万多 但各位知道现在温室气体效应 对 这个南北极啊开始融化 冰川融化 突然之间呢格林兰呢这个很多地方啊就化开了 那它的战略地位呢就慢慢在改变中 对不对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呢 曾经啊这个格林兰呢想盖三座机场 中国就想比如说你盖机场吗 那我就投资一下你吧 但是美国呢都是予以阻挠了 就不让中资 对因为刚刚David老师讲到说这个冰雪融化了 自然呢那个这个行那个流量就大了嘛 所以说这个是兵家必争之地了吧 成为了 所以说有人就说中国可能是要建立一个 冰上的丝绸之路 就是走这个格林兰岛这过 然后到达那个欧洲 对走一个捷径吧算是 所以说美国现在说他要买下格林兰岛 是不是予以中国的阻挠呢 这个应该很肯定啊 八字算有一撇 因为从地理位置来看呢 这个中国在这几年提出一带一路 有陆上跟海上丝绸之路 当然呢在这个这几年 尤其是北极啊 夏天这个冰的融化 非常的明显之后呢 北极航道就出来了 那这些年呢 在这个实际上在蛮早 大概有快十年前啊 这个中国的科考船队呢 就已经到了这个北极航线 在那边做科考 那个破冰船嘛 什么雪龙号啊之类的啊 就去了 那当然如果各位要知道 从海参围啊 北上经过北极航道 到了这个再往下走 走到北冰洋呢 再往下面一点就到了欧洲 比走下面的这个什么 我们讲马六甲海峡啊 印度洋啊 经过苏西市运河到欧洲呢 快了大概九到十天 就是走这个北冰洋航道 比传统的欧亚航道要快很多 大概十天 九到十天比较快 那航运的成本各位都知道呢 越低越有竞争力 对不对 货物那么多 尤其中国是一个出口大国 如果能压低运费呢 更重要 如果平常我们讲 它是唯一的这个经济啊 动脉的话 那你这个动脉不能断 对不对 南海问题啊很复杂 如果有一条预备道 比如说走北极航线 冰上丝绸之路 对于中国的整个战略布局来说呢 更加有众生 对不对 对而且呢 因为这个格林兰岛 我们看看其实跟俄罗斯也很靠近 对加上中国跟俄罗斯 现在的关系也非常的铁 是 所以说一旦中国能够在 可以讲在经济上 资助一下这个格林兰岛 就很容易形成这个捷径了 海上丝绸之路 那美国呢 如果要去防堵这个中国呢 就没有那么的容易啊 是 那格林兰呢 现在当然来讲呢 这个美国实际上在冷战阶段的时候啊 二战之后 虽然它是归丹麦的一个自治岭啊 一个地方 但是呢 这个美国在格林兰呢 这个最北边建了一个空军基地 在图勒这个地方 图勒 对对对 建了一个空军基地 那这个空军基地啊 现在来讲呢 当然任务啊 没那么重要 但当年在二战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军事基地 因为在这个地方呢 等于是防御啊 苏联对不对 如果从这边啊 射洲际导弹射出来的时候呢 它在这个格林兰呢 在这个地方啊 建了那个叫做地面 铺路爪雷达 它就可以什么 抓到你这个 这个洲际导弹的位置 然后呢 在用那个什么 比如说 现在不是有这种 防空飞弹啊 把它打掉 对 好 那这个位置啊 非常的重要 加上当年啊 美术冷战的时候 大家是用一种核震慑 所以呢 听说呢 当年在北冰洋这个地方啊 苏联核潜艇啊 带着核弹 全部呢 跑到北冰洋 就沉在海底 就说 如果你美国射我 核弹对不对 射我氢弹 我也从海底发射 就潜伏这些 对 暴富啊 所以呢 那时候美国啊 就在这个 这个格林兰的空军基地啊 的B-52 就配置了什么 一架飞机 带四颗氢弹 随时在空中待命 如果你要核弹攻击我 对不对 我本土被打掉 我的地面发射啊 这个核弹或氢弹的这个 通通被你摧毁 我空中 还有报复能力 我就可以立刻啊 就朝着你苏联 去丢丢氢弹 对那按理说 美国已经在这个地方 有了一个空军基地了 或者是这个雷达基地 那为什么一定 这个特朗普说 要把它给买 整块买下来呢 免得中国在隔壁 再盖一个 有一个一样的道理吗 因为这不是你们家的嘛 你还是跟人家借的嘛 对不对 那你能盖 中国不能盖吗 所以干脆我通通买 买下来 那在1968年1月的时候呢 当时一架B-52 带了四颗氢弹 在空中飞的时候的 突然机舱起火 那这个飞机啊 就赶着要回去啊 看能不能迫降 在机场 就没想到呢 就一头啊 就栽在 在格林兰的外海的地方啊 四颗氢弹就掉进去了 那掉进去之后呢 这天大的这个机密啊 对不对 那这个美国千万不能讲出来 讲出来在全世界 那这问题就大了 所以第一时间 美国啊 就跟丹麦政府说 这样 这是你们家对不对 这样我出钱 我们合作去捞氢弹 因为四颗啊 连飞机啊 就全部都砸在海里 还好飞行员啊 有六个跳伞逃生 只有一个跟着飞机啊 伸脏大海 但重点是找到氢弹 那时候呢 听说苏联这边潜水艇啊 也过去啊 帮忙找啊 对不对 找了要带回家的 不是要还给他的啊 好美国这边也很急 结果呢找了半天 找到了三颗 到现在还有一颗啊 就在格陵兰的北边的深海当中 那在哪里 谁都不知道 因为呢 那边的海水 你想那么冷 对不对 这个怎么去找 找到三颗都偷笑 但是呢 大家当时啊 这列为国家机密啊 高度保密 在1968年冷战阶段 这种事情啊 没有人会知道 丹麦也不讲 对不对 美国听说 那时候给了丹麦一笔钱 说封口费 说你不要讲 大家都不讲 对不对 那找不到那一颗呢 我们改天找 对不对 先找三颗 好 随着时间的发展 美国这个档案啊 要有一段时间叫公布 有一段时间叫公布 所以呢 大概在几年前 时代周刊呢 就公布了这个消息 这个新闻就出来了 英国BBC啊 还跑到那个地方 去看当时这个飞机坠毁啊 那些细节啊 把那些看能不能再还原 当时的情况 但结论是 他们说啊 这是人类使用这种原子武器来啊 最大的一次灾难 居然四颗里面掉了三颗 找不到还有一颗 有一颗找不到 那这颗呢 什么时候会爆 谁也不知道 只能祷告 说永远别爆 对不对 因为掉到海里的是 氢弹啊 那是原子弹 广岛原子弹 几百倍的威力啊 所以呢 现在大家都 拜托拜托 千万不要爆 希望他继续动在那里 对 动得越久越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理位置呢 看得出来格林兰呢 现在就算美国买不下来 但是美国的动作是肯定了 一定要在地面加强了 对不对 防堵了 对会不会以那种买不下来呢 会不会以那种租赁的方式呢 当然这个欧盟肯定 就是有反对的话说嘛 当然那各位不要忘了 这个美国跟丹麦的关系呢 那个丹麦毕竟是小国家 在这个节骨眼上呢 他还是会站在西方 就算你今天呢 把格林兰卖给美国 感觉到呢 好像不太对劲 对不对 那买不了也没关系 但是美国将来在格林兰的投入 因为九月份 特朗普要去丹麦访问 然后呢 他还叫他的副总统 这个最近啊 去走一走 也去那边走一走 这个表示美国希望 在这一部分 我还是有一定的力量 所以他最近啊 把他这个铺路爪雷达升级啊 突然投了两千万美金 要升级 让他的这个 可是问题是 过去这边苏联都没了 他突然在这边升级他的雷达 防谁 对不对 就很清楚啊 对就像之前买这个阿拉斯加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 你想战争嘛 所以说需要买地呀 对 或者是就是怎么样 扩充领土 对 现在你说你买一个这个格林兰岛 或者是你 你这个升级雷达 你要防谁 你要扩充领土来 干嘛 是要逗谁 大家就这样 很清楚 因为当年买阿拉斯加的时候呢 是沙皇时代 对 还没有苏联 那后来有了苏联之后呢 美国就觉得这个美苏冷战啊 他们就跑到阿拉斯加 听说呢 在阿拉斯加那个冰很厚对不对 用冰啊 切开 在里面做房间 然后呢 做那些战备啊 武器都储存在里面 就意思说呢 美国本土被攻击 我从阿拉斯加发射 这种暴富性的核弹 跟你苏联啊 搞个同归于尽 是 对不对 当然呢 这个在冷战阶段 现在看起来挺可笑的 但当时呢 觉得说 这个太重要 对啊 现在时代又更不同了呀 对啊 美国人以前加了这种防空洞 因为怕苏联呢 丢原子弹 在学校呢 老师教的不是预防地震 躲桌子底下 躲防空洞 是苏联人丢原子弹的时候呢 我们要怎么躲 怎么办 怎么这个 这个避免那个爆炸 是 所以呢 这个看起来美国在 格林安的布局啊 虽然不会买下来 但是动作将来不会少 是 好吧 讲到这里 我们再继续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 新闻金日团 来看看 英国的脱欧 有多严重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回到新闻金日谈的第三段 我是David正经纬 大家下午好 我是Summer 是我们呢 这个有一阵子都在讲中美贸易战 那但是远在欧洲的英国呢 它的这个脱欧啊 还是没完没了 没错 随着这个他们10月31号大线的时间快到了 所以说我们也不要忘了它啊 所以说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英国脱欧的一些僵局 是 据这个周日太物事报18号的报道呢 就说根据一份泄露的官方文件 预测说一旦英国10月31号无协议硬脱欧 很有可能会面临到燃料食物和药物短缺等严重的挑战 各大口岸呢 恐怕会发生严重的大塞车 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必须是设这个强硬的边界了 报道指出说 这份关于硬脱欧预备工作的文件 是有财政部在本月制定的 计划代号名为皇武行动 主旨呢 是如何避免基础设施因硬脱欧出现毁灭性崩盘 文件呢 是印有官方敏感资料字样 仅限获取安全许可的官员参阅 根据报告呢 硬脱欧后 任何避免北爱尔兰与邻国爱尔兰硬边界的方案 都不可能永续为止 交通会因抗疫和封路受到严重打劫 陷入长达数月的停滞 若政府把燃料进口关税调制到零 将导致2000个工作机会流失 造成两座炼油厂关门 行经英伦海峡的货车有85% 尚未准备好前往法国边界的程序 所以说这一拖呢 会导致清官手续延误两天半 各口岸的混乱可能会持续三个月 车流才会出现改善情况 再来看看游客方面的情况 大逼游客呢 会被迫滞留在欧洲各机场 英法海底隧道中 以及最接近法国的多佛港 另外植布罗托经济将受海将受关口延误而拖累 港口无法进行正常的运作 像是鲜食药品都无法由欧洲运入英国 食品价格飙升 而药品药物的短缺会成为社会问题 更是有可能冲击领取社会福利的过世群体 所以看得出来英国的这种脱欧 实际上各位稍稍回顾一下 它基本上刚开始的时候 它算是一个政治议题 当时关于英国要不要脱欧 两党之间大家在吵 吵到最后说我们来一次公投 就公投的结果没想到 居然脱欧派在公投上过半 这一不小心就成为了法律了 是 好吧 大家开始脱吧 接着这个首相已经都把特雷沙美给脱掉了 对不对 换了一个约翰逊 但是看起来英国硬脱欧 约翰逊的态度现在是要10月31号就硬脱 对 他本来就是一个硬脱欧派 硬脱派 所以听说英国现在公党的党魁 就出来讲了 说大家我们停止脱欧 拯救英国 你就知道脱欧对英国有多大的影响 是 因为刚刚这条新闻 我有就是大概就看了一下 然后相信听众也听了 那个感觉就跟这个世界末日的感觉 差不多 对 差不多 所有的这个秩序都陷入到了混乱当中 对 但你讲到英国脱欧这个议题 其实我们刚刚前面讲 就是现在实际上全世界许多的这个经济问题 都是因为政治问题造成的 是 比如说你想中美贸易战 对不对 英国的脱欧更明显 在政治角力上最终演成经济的衰退 那这个实际上政治舞台的政治人物啊 往往他们所追求的就是一种 比如说权力啊 面子啊 然后呢彼此之间的利益啊 那他不会想到整个国家或者是经济未来的冲击啊 有多大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硬脱欧你看他是要去做 对对于一些政治家来说 他们可能就做那么一届两届三届四届 但是这个经济的这个后患是无穷的 对 当然硬脱欧派呢始终认为呢 英国不需要加入欧盟啊 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 英国啊早年在这个二战之前啊 那他是世界大国那不用说 对不对 当年欧洲全世界英镑就像今天的美元 是是大哥大 但二战结束之后呢 这个英国实际上打空了 虽然赢但是空了对不对 就得让殖民地说你们自己独立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呢在含泪当中呢 依依不舍告别英国 独立成为一个国家 那接着呢这个英国的经济发展呢 就看到整个欧洲啊 慢慢大家越来越团结 有什么这个当时就有 梅钢联盟啊 到后来欧共体啊 这个英国就很急啊 这个丘吉尔啊 怎么他们就想说啊 去加入欧盟 但就是当时还不叫欧盟 但是当时的就是戴高乐 法国总统戴高乐 想说当年啊 我叫你英国加入欧共体 你说你情愿啊 跳海也不加入 对不对 现在你要加入门也没有 拒绝过英国三次 不准加入 对不对 英国最后好不容易啊 申请进入欧共体 那进入欧共体之后呢 就把纽西兰啊 给放到一边去了 我们那时候过了一段苦日子 原来我们的东西啊 都可以跟都卖到英国 但英国加入了 欧洲的一种 自由贸易体系当中之后呢 我们不是嘛 大家都不跟我们做生意吧 我们的东西叫磕碎啊 到英国就没竞争力啊 牛羊肉什么葡萄酒 到了英国没竞争力 好那那一段时间我们过苦日子 好英国进入欧洲之后呢 他就发现了 他一向认为整个欧洲的制度 从银行 法庭 律师 所有的这个系统 是我英国人建立的 我大英帝国建立的 对不对 好 所以我加入欧盟 可以 但是呢 有一个原则 我英镑维持不变 各位看看 现在所有欧盟国家 唯一使用原来货币的 就是英国 对不对 所以英国啊 还有那种当年 日不落地火的那种骄傲 气质 对 所以英国人当中就有一半是这种念头 就是说不屑跟你们欧洲搅在一起 因为英国理论上来说呢 虽然是欧洲 但是呢 他跟欧洲大陆呢 中间隔一个英吉利海峡 对不对 他孤悬在欧陆的外面 所以历史就决定了一切什么 他的地理位置 他就跟人家不太合群 没有那种什么叫扎堆的 扎堆 对不对 搞小集体 你看那个欧洲啊 他们其实国与国之间啊 也没边界 大家扎堆 全部扎在一起 虽然呢 比不上你英国 但团结力量大 对不对 英国呢 又想搞特殊化 搞特殊化 但是呢 他不鸟他 他又没钱 之后呢 厚的脸皮贴上去 贴上去贴了几年之后呢 就始终觉得 又有富贵命 富贵命 又想出来 出来之后呢 又没那个命出来 对不对 现在要离 现在要脱欧 什么样的下场 是关于现在的这个 英国首相 不是特雷沙美 是这个约翰逊啊 对 他其实在本周三的时候 会这个去德国 是 访问 周四的时候呢 也会和这个法国总统 马克龙进行会面 无非谈到的问题 这个就是脱欧嘛 但是说实在话 你要知道 这个当年特雷沙美 去欧盟 跟荣克啊 那些啊 欧盟主席啊 当时是有诞书的 就是分手费嘛 要五百多亿英镑 这件事 对不对 那你今天找了德国 你找了法国 这个不管怎么样 你如果要软脱欧 就要付分手费 对不对 好就好散 对不对 前面的承诺 这么原来在进度 欧盟当中 答应正在建设的东西 该付的钱 我付 所以当年英国就是 为了到底要 软脱欧 还是硬脱欧 关键就在那 五百多亿的分手费 都降了一点 是不是降到四百多 那还是好大一笔啊 对不对 没有的时候呢 收你一个一块钱 你也是把你压死啊 是就是 不仅仅是 分手费那么多 还有一些这个 经济学家预计 对于英国的这个 经济损失 对经济损失 可能会到达几兆英镑 对啊 那么多 所以你看 面子 面子 害死人啊 对不对 他们就是面子问题 现在因为脱欧 已经成为一种法律了 也不可能说去 只要投票修法 现在做一个办法 等九月呢 国会开会 然后呢 现在大家呢 用一个不信任案 把首相给罢免 对不对 保守党自己人也合起来 联合外面的工党 把约翰逊给干掉 干掉之后呢 当然呢 选一个联合政府 这个联合政府呢 再办一次公投 然后呢 为了要不要脱欧 大家说不脱欧了 好 是很麻烦 好 那不然怎么办呢 对不对 好的 那讲到这里呢 我们就稍作休息 待会儿继续 新闻金日谈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 新闻金日谈的后半段 我是David正经纬 大家下午好 我是SOMAR 是 那继续讲新闻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跟各位啊 特别要做感谢 没错 因为呢 这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是 那么是根据这个 GFK第二季度 奥克兰商业电台收听率的 调查分析报告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新闻金日谈是从下午 两点到四点 分别是听众收听时间 最长名列全奥克兰电台的榜首 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 收听频率AM936 荣灯电台全国华语排名第一 对 那这个都是有大家的支持啊 因为毕竟来说呢 新闻金日谈呢 这个我们曾经开玩笑讲 是在这个 大家都是在睡午觉时间 那睡午觉时间呢 能够呢 还有那么多人呢 牺牲五岁 对不对 可能也是催眠了 放在那儿没关吧 但是呢 这个还是看得出来呢 有大家的支持 新闻金日谈呢 我们能够 因为在全奥克兰那么多 众多的电台当中 包括主流的电台 洋人呢 这些什么印度的 大家一起比 同样在这个时间 所有的时间当中 从早到晚当中 我们这个新闻金日谈的 两点到四点 听的人呢 就是听了时间最长 忠诚度最高 对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也是特别要感谢 听众朋友们 还有这个商家 对我们一直的支持 还有厚爱 我们一定会这个 加紧步伐 更加努力的做节目 对建立更加忠诚的 这个关系 是那当然讲呢 在这些时间当中呢 我们也不断的 希望能够透过 不单单只有 就是我们的广播电视 还希望透过 新媒体的概念呢 把我们的节目 上传到YouTube 在YouTube上面呢 能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没错 那么我们现在 YouTube的订阅率呢 也是超过两万了 惊喜 什么 谢谢谢谢 这个是庆祝我们的YouTube 过了两万人的订阅 真的 谢谢 这个是什么 这个有一点点 这个有点不好意思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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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公司 谢谢大家 这个说真的 我们这个节目呢 这个做了这么一段时间 这个对大家来讲 这个台后台前的人啊 大家的付出啊 非常的多 对 现在说今天是这个 咱们收到了这个公司 给我们这个订阅超两万的蛋糕 但确实是大家所有人 共同的努力 对 因为说实在 没有团队的合作 团队的努力呢 光靠我们两个人是做不到的 是 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们跟大家聚一功 感谢我们的衣食服务 谢谢大家 因为说真的 因为说真的 这个公司希望说我们好好努力 希望能够冲破这个订阅呢1800 当时呢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呢从1000呢到1800还有800 那自己订了已经也订了 对不对 我们全家都订了 我们全家也订了 但是还是不够 好那接着呢我们就开始不断的努力 接着从1800 3000 5000到今天呢我们已经超过两万 是 那我们呢这个最重要的关键是有大家的支持 我们才能够一直走下去 对 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鼓励 我觉得也是一个鞭策吧 我们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 继续这个完善新闻近日谈 带给大家不仅仅是这个最新鲜的资讯 也会接受大家更多的意见 把我们新闻近日谈呢做到最好 我很认真哦 只要大家在什么新闻近日谈里面 不管是留言哦 或者YouTube下面的留言呢 我每一个都看啊 如果有需要改进的呢 我就一定回复啊 那夸奖的呢我就不多回复啊 自然略过 那但是呢这个最重要 大家希望继续啊 也多帮我们宣传一下 多支持我们一下 因为过去我们面对的是 纽西兰境内的华人听众观众 那现在面对的呢 不只是纽西兰境内的华人观众跟听众 我们还面对全世界 所以呢这个压力 压力深大 但是呢压力大是进步的动力 没错 我们也希望呢把节目做得更好 也希望各位呢 继续订阅多帮我们推广一下 下面按赞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就三万时候 也应该有蛋糕吧 也更大一点了 龙虾 龙虾 点一个三万 点个龙虾 上龙虾估计不太好看 没有这个蛋糕好看 龙虾包鱼不知道在一起包身赤肚 那所以呢我们希望呢这个大家支持继续努力 那尤其是更谢谢呢在纽西兰的听众观众 长期长年对我们中华电视网的支持 没错 除了新闻今日台我们还有很多好的节目会继续 大家上下一心啊台前台后里里外外啊对不对 一起努力 一颗星做最好的节目带给大家 是冲刺哪第一 好那在这里谢谢大家之后呢 我们就上段广告收拾休息 待会继续新闻今日谈 我们一会见 一会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